他也都要跟这个水虫问得一清二楚 他才能够放心的离开 然后呢去做他自己的一个国家的事情这样子 所以各位亲爱同学 我们有比这个皇帝还要忙吗 应该没有对不对 所以呀你看一个皇帝都能够这样子的 三撑的去跟父王请啊 然后三撑的去照顾这个父亲的一个起居 那更何况是我们呢 对吧 所以呢我们既然没有像国王 没有像皇帝这么忙 那相对的 我们对孝顺父母的事情 一定可以做得比皇帝更好 有没有信心 有对不对 好一起加油 OK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哦 我们从这个汉武帝的这些孝行当中 我们也去延伸到地子规这本书 地子规上面就说了哦 亲友吉要先长 奏夜事不离床 你看以前古代的这个帝王 他所做的也很符合我们平常 所念的这个地子规里面的 亲友吉要先长 然后呢 奏夜事不离床 OK好非常好 你看有毒精啊 真的是不一样啊 你看你们现在都可以接得上来 对不对 多好多棒啊 好所以说呢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汉文帝呢 这个汉文帝非常照顾他的父亲嘛 那呢人家说以前有一句话叫做酒病啊 怎么样 床前酒病无孝子 可是这个汉文帝呢非常孝顺他的父亲 然后呢尽管他父亲呢 生病了在床上 他也都没有关系 他都是这样子昼夜事的怎么样 不离床的这个不眠不休的照顾他哦 那所以说他因为这样的一个行为 也感动了这些文武百官 所以我们刚刚说过了上行下校 对不对 上行下校这些文武百官都有在看在眼里的 相对的这些文武百官 就会把这样的一个典范 一样怎么样 也能够去传达给他底下所管的这些老百姓 那这些老百姓呢 当然也会遵循着这样的一个行为在走 那既然是这样的行为在走 相对的这国家也会比较的平安 也会比较的稳定 而且呢这个国家的人一定会比较的幸福 好所以人家说了 为政怎么样不再多言 一个当官人啊 不用说了太多 在什么 在他的己身症 在他的本身立的症不症 他本身假如说一个国王 他非常非常的奢侈 然后都没有钱 然后呢只会跟这个老百姓呢 怎么样赴税 这个要的钱呢非常非常的多 就要跟他们磕磕得很重 那你觉得这个皇帝呢 这个生活非常奢侈的这个皇帝 只要他有一天告诉这个老百姓说 哎呀国家现在没有钱啊 你们要省吃简用一点啊 你们觉得假如是这样的国王发布这样的讯息 这些老百姓会听他的吗 不会嘛对不对 我们你要是老百姓你一定会觉得 哦你都吃得这么好 用得这么好这么浪费 那我们呢为什么要叫我们省吃简用 我们省吃简用给谁花啊 给皇帝花啊对不对 所以说呢为政啊不再多言 在什么寄生政 我们本身一定要把这个 我们的志向跟我们的行为先做好 先作证之后呢别人才会听我们的 相对的哦我们再来说到把这个呢延伸到我们学校来好了 讲了说呢有一天啊你突然呢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然后呢你就是很容易就跟隔壁同学讲话 然后常常讲老师上课之后你就讲了 老师上课之后就讲了 结果呢有一天呢刚好你觉得你身体不舒服 你也不想跟隔壁同学讲话了 可是不小心呢会让你隔壁桌的同学 上课一直在讲话一直在讲话 结果你就跟你隔壁桌的同学说 哎某某同学不要讲话好不好 老师上课这样很不礼貌耶 那你觉得假如是你去跟你隔壁同学说 哎上课不要讲话好不好老师在上课 你觉得你讲出这句话他会听你的吗 不会嘛对不对 因为呢你本身就上课爱讲话啦 只是因为你今天身体不舒服 不想讲话而已 那你要是讲出这句话 别人也不会幸福你啊 所以呢我们再套回这边呢 为政者不再多言在什么 己身症 所以啊我们相对的 我们今天呢要告诉别人说 哎呀你要有孝顺父母亲啊 要有爱兄弟姐妹啊 可是你自己都没有做到啊 你自己都没有做到 然后只告诉别人说 哎呀我跟你讲啊 你要孝顺父母亲爸爸妈妈妈 然后呢你对你弟弟妹妹要非常非常好 那你觉得别人会听你的吗 不会啊 所以说呢怎么样 由谁开始做起 由本身由自己开始做起 OK 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一样就来看了 看这个八字尔先王之道今天下 刚刚已经讲过对不对 现在我们在讲第二句的 李之用也和韦贵 好这个呢一样是在论语的学日篇的第二章里面呢 好由子说咯 由子说什么咯 由子说啊 李之用 和为贵 先王之道 思为昧 孝大由之 有所不行 知何而何 不以李皆知 亦不可行也 由子说什么咯 由子说李的运用啊 是要以和为贵 为什么 因为这是美好的一个传统 而且呢它是适用于一切的事情 但是呢 只要说只知道是以和为贵 然后去圆满很多事情 然后都不会去遵行这个礼法的话 那其实这是一个 有点反方向在运作了 因为通常呢 我们要以和为贵的前提之下 也要合于什么 合于礼 合于法 对不对 好 所以说我们现在来讲一个故事 我的一个国中老师 我的国中老师呢 他是一个脾气非常好 而且是非常非常有修为的一个人 那有一天呢 就是他负责 就是刚好接到 就是负责接待外单位学校 外学校的参访的一些老师跟校长 结果呢 当他接待的同时当中 刚好我们那个学校的校长 可能因为某部分的一个层面的误会 那误会这个老师 误会我那个国中的那个老师 他的一些话语可能讲不是很好 他误会了 那就当场呢 就当了所有的外单位的学校的老师跟校长的面前 就发飙骂人了 就在当下 什么事 当下 当下我的那个国中老师呢 马上怎么样 马上呢 就90度的弯腰说 是是是对不起校长 刚刚话都是我说错了 请你原谅我不好意思 哇 当下他这个动作完之后 你知道吗 因为呢那时候我们还很小嘛 那在旁边当这个欢迎的队伍这样子 那当下我们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们想说 哇这个老师真的是太伟大了 尽管校长在这么多的外单位老师的面前 跟校长面前说的这么的不是那么的好听的话 但是我们老师他还是很快速的去转变他的心情 然后呢他想说凡事以何为贵 所以呢他怎么样 他就先 先问一下腰来 先跟校长说对不起 然后呢 一样呢怎么样 而且是非常恭敬非常有理的 而不是那种虚伪假装的 他就真的是非常恭敬有理 然后呢就用这样的方式 去让我们校长然后让他去缓然他的心情 结果果不其然 我们那校长他就真的是 很快就把那个不好的情绪怎么样 给荡下来了 那荡下来之后呢 就继续的啊 这个接待外宾的工作还是继续 可是那些外宾呢 他们都记忆当中最深刻的是谁 就是我那个国中老师 我那个国中老师呢 他为他的这样的90度的鞠躬弯腰 马上道歉这个行为呢 他不仅让他自己得了理字 也让他得了面子 怎么说呢 当天那些外单位的校长跟老师呢 每一个人都在称赞我的老师 是一个非常有秀的人 而且是一个非常诗大题的人 所以你看一个人呢知道用理 然后呢以理跟和来配合 那让所有的事情都圆满之后呢 其实这是一个最聪明 而且是最有智慧的人 所以各位亲爱的同学 只要说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角色呢 换到我们身上来 那譬如说今天呢 有客人来到我们家了 结果呢 你刚好呢 在跟弟弟妹妹呢 在这个客厅里面玩耍 结果啊怎么样 刚好可能这个妹妹呢 在跟你抢玩具 那妈妈一出来呢 怎么样 一出来就马上就 不分青红照白来就说 哥哥 你怎么不让妹妹呢 你为什么不让妹妹 让妹妹在那里哭呢 然后在那里吵呢 这个时候虽然不是你的错 可是你在当下 客人已经在那边了 你马上联想到说 好 我不可以让爸妈妈觉得很丢理 所以我也不可以让爸妈 让外人觉得说我们好像很没有家教 所以你就马上怎么样 万一要鞠躬说 对不起妈妈 一切都是我的错 然后呢 我不会再跟妹妹吵架了 然后马上用这样的行为呢 去化解妈妈的一个 这个不开心的这个情绪 哇 要是换到你是这样的话 其实